五花十月 媽咪 看前面 一兵掌聲鼓勵 妈妈发现他进生识诊 事实上是刚好爸爸往生以后 然后在往生之前 我相信妈妈可能已经怕经生识诊 只是我们所有的焦点都在爸爸身上 那妈妈也是照顾爸爸的主要人 因为那时候我也都还没有退休这些的呀 那一旦可能是松懈下来了 然后我们再发现他怕经生识诊 我妹妹在当护理师 她的敏感度可能比我们大一点点 所以就直接把神经内科 所以我们算是蛮幸运的 找出问题的那个过程倒是蛮快的 她们那阵子看起来就是活陀的 然后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就看起来好像很哀伤这样子 可是她很勇敢面对啊 其实她会为自己的健康很努力 运动啊 我们说要做什么 躺在一起 然后她就跟着我 我们就去很认真打 所以我觉得是导致她现在14年了 她的腿力还很好 我今天要把她脱出到了最幸福的人 我今天要把她脱出到最幸福的人 恭喜恭喜 家属照顾者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这个医疗工作者医生他要敞开心胸 因为其实是大姐他常常会跟我讲说 阿嬷在几点钟的时候他就突然变得很紧张 或者是说突然会抖头厉害 那我就在想说到底是为什么 就是我们其实两个是互相在想 所以并不是我精准 是他告诉我的讯息才让我去调整 我下一步该怎么去调整 记得我们在讨论说到底阿嬷那个抖 是真的帕金森变抖 还是说是过动 异动症就是药物过量 结果我看到他好像是过量 因为如果你把那个抖看成是过动 那你就是过量跟那个不够感 刚好是相反的 对那一次也很深刻 照护者跟医生两个都在学习帕金森 精准用药室我给罗伊斯 很战斗 目标就是维持现状 现状能走能吃能睡能种菜 大概在四五年前 他就是有一些心病了 我们没有特别突发状况 一直很好 不知道是怎么了 就罗伊斯那边我们也是有反复的看 那就是就想换医生 因为很多人会给你介绍 民俗疗法啦 或者是那个求神问佛啦 可能就是那时候因为太困扰了 就是本来好好的人 只不会病 然后就也变瘦了 或者不想吃 或者以类型念 就是说神不如神这些 结果也到了别的医院的神经内科 人家也推荐了 结果这个医生很棒 他赞美罗伊斯 根本就把妈妈照顾得这么好 其实是不需要 他就建议我们去神心科 所以我们才发现恍然可能是那一块 事实上罗伊斯已经有帮我们开神心科的医院 配合罗伊斯给的 就比较有整体 因为我发现我们单独去挂一个神心科的时候 好像它是分开的 反而更严重 回来找罗伊斯 我就在想可能需要把实验表 要神心障碍要开始了 要请外劳了 因为他真的 跟现在你又完全看不出来 等于是躺着的 然后要坐轮椅的就是很糟糕 又重新用罗伊斯的药 就比较稳定了 奶奶的孙子 就是生了一个小宝宝 回来坐月子 突然妈妈那种生命力 好像就是被燃起来了 因为要帮忙 我就听到妈妈剁菜的声音 就跟别人 那个样子完全做又不一样 我就觉得爱还有希望 配合罗伊斯这样子用药 加上那个契机 我觉得是契机 瑞环也能够透过你 然后能够照顾更多其他爱 那我也希望你能够 这个常常久久都这么让你健康 好 也因为你让我很有照顾病人的这个信心 谢谢你 谢谢 谢谢罗伊 十年耶 我们有十年的缘分 谢谢妈咪 因为你成就我 我也会更健康 谢谢你 爱你哦 我可以邀相聚进来吗 三天真的很棒 天天跟妈妈相处 好的 瑞玫阿姨 平安快乐 天天开心 我爱你 我便放一半 那没干净 这一半